朝韩之间的互动明显的增加 双方的关系明显的回升 对此中国政府一直是给予积极的鼓励 积极的支持 我们也看到包括就是最近这么一两周 朝韩之间的互动又在进一步产生积极的成果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积极的互动有利于缓和南北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会为半岛无核化进程 以及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提供有益的帮助 对此我们是以积极的支持的 我也同意 这个通话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通话 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探讨 就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那么至于你刚才所提的具体的问题 两国领导人确实谈到了两国的经贸关系 我想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看法的 首先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中美之间经贸关系 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就说他美方非常重视美中经贸关系 那么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了 中美经贸关系它从来就是中美关系的压长石和稳定计 那么就中方而言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它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那么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呢 同时也认为应当加强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 特朗普总统明确讲美方还是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跟很多美国大公司的大企业的负责人直接交谈过 那么支持他们来积极地参与参加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布兰会 那么习近平主席也说了 我们还是希望中美经贸关系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很多美国企业来积极地勇约参与 中国的首届国际进口布兰会 双方两国领导人确实也谈到了 就对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这些问题 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应当责成双方的经济团队 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展开实质性的磋商 我们希望磋商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至于中美经贸关系 出现了经贸分歧应该怎么谈 这个我们一直说过 双方应当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来解决彼此的关切 应该是本着一个平等的 互利的 诚信的 这么一个原则来开展磋商 这样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也是两国领导人昨天 在通话中所要求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才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的 美方如果确实有真正有关切 那么应该就拿出实实在在的例证 能够经得起证据和事实检验的这些说法 那么至于这个你提到把塞生斯司法部长所提出来的这个指控也好 说法也好 如何看待昨天两国领导人两个元首通话这个大的背景下来看待 我只是想说昨天两国领导人 两国元首通话 确实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 也达成了很多共识 两国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意愿 就是希望双方的工作团队能够确实落实好这些共识 能够进行认真的探讨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 那么我也确实希望双方的工作团队都能够严格的落实两个领导人的共识 感谢观看